陈豪和唐世勇初期活动时 谈到最享受的时刻 陈豪说是跑咖啡健身 还有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他在拍剧 但还是尽量愁时间陪家人 我也不用工作的时候 我就继续去送他们去上学 或者是去等他们放学吧 我都是继续去照顾他们 还有就是现在我拍的戏还好 我差不多拍完现在那个戏 然后差不多11月才看另外一个吧 提到有传 廖碧儿和富二代前男友 卢奇贤复合并与明年结婚 陈豪就说没看有了新闻 时真的话当然会恭喜他 而拿他来最近 约新剧拍到吴远龙聚会 因为对方也是单身 所以网民就很想撮合他们 应该是大家都会 很想他快点找到女朋友吧 不仅他比我大 其实我也有帮他留意住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人非常非常的好 他真的非常好 因为上一次我们一起拍戏的时候 他都帮了我很多 然后我也希望他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女生 把吴远龙讲得真好 问娜特勒为什么自己不考虑 他就说男女间不一定有爱情 而他的最后条件是对方一定要接受他的猫 所以要无论我是拍拖 结婚 我想就是 我的另外一半 他一定要接受 我们中间有一个第三小巷在里面的 那一定要他喜欢才行 我的妈妈如果不喜欢那个男生 就不可以 不是另一半要喜欢猫 而是猫要喜欢他的另一半 拿到了果然很爱 他的猫腰神更报道